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斯州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军事模型测评 本期是第19期 咱们带来一款由False Vail的公司出品的 1-700比例的大核好战连剑 Battleship Yamato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款载具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1-700的比例 那么下面的话是一个小地托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托的话 上面这个小过的话是金属的材质 那么下面的话是一个类似于木质材质的一个刻画 它的话是一个缩料的材质 上面写着大核 那么这是个Japanese Yamato 这个Yamato的话是这个日本的音译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个小桌的话可以放在一个船的底部 那么进行搭载就像是这样 那平时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摆放 也是不错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大核好战争的话其实非常好去识别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三门主炮 这是一个460毫米口径的一个巨炮 非常的恐怖 那么前面有两个后面的话是有一个 那么两边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复炮防空炮等等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指挥它 非常好去识别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方 那么前方的话就有这个像是日本皇室的一个 这个金色菊花在这里 虽然很小的 你也可以看得清楚 那么这个舰铁的话是有非常多的细节 我们先来展一眼 好的 那么两边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在这里 好 我们前方看看看 好 这个主炮的话是可以进行个运动 我们可以从这个左边到右边进行一个移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好 那炮管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向上跟向下的一个摆动 非常具有可动性 好 第二个怕的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上面这个副炮的话 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动 可动性是有的 那么上面是一个天线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塔 进行一个指挥整个战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然后边上是有大大小小各种制式的火炮 进行一个同轴的发射 非常的酷 这个地方是一个烟锁 那么被这个动力的话是一个向外排出气体 动力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进行一个向后的一个发出动力进行一个前进 好 那么这个战舰的话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舰体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螺旋桨 那么进行一个动力的输出 四个金色的螺旋桨 这个地方是个小舵 你进行个左右的移动 这个舰体的话在这个下方的话是一个红色的扣法 这个金属的舰体 上方的话是缩料的材质 那么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刻画 那么上面的木质甲板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涂装 好的 然后后方的话也是有一个主炮在这里 依然是一个460毫米口径的一个变态的一个大炮在这里 好 炮弹的话都有这个1.5吨重 好 可以进行一个向上和一个向下的一个摆动 没有问题 副炮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转动 就像这里 非常的灵活 好 末尾的话是一个零号战机 在这里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弹射到空中进行一个飞行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侦察和一个保护舰体 那么其实真实的话应该是有大约7到9个小飞机在这里进行一个保护和侦察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具有细节 我觉得的话呢 它的涂装包括材质的话都是属于上层的夹品 值得拿来收藏 那么比例的话是这个1比700 那么非常这个便于在手中进行一个把玩和欣赏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舰体的话 基本分别这个战略舰 巡洋舰 驱逐舰 还有航空母舰 那么我最为喜欢的第一喜欢就是个战略舰 因为它的话就像这个坦克一样 是这个海上坦克 是这个舰队里面整个的拳击 好 那么航空母舰呢我也很喜欢 之后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测评 好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舰体部分 好 上面的话是有超多的细节 好 这是一个麻雀虽然但是无脏俱全的这么一个刻画 好的 那么在船的末尾的话呢 还有这个它的名字就是个Yamato的日益在这里 Yamato在这里 这是个大河 好 来看一下 包括这个吃水线的刻画都给它做出来了 非常的不错 包括这个小窗口 这是个极细节的这么一个模型 在这里 好 那么大号战舰的话呢 即便是现在的话 也是除了个航空母舰的一个最大的作战舰铁 所以说就是当日无会的史上最强的一个战列舰啊 非常的酷 好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方的明文部分 是在这个正下方这个地方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有这个明文的介绍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是这个forces of valor公司生产 那么这两个地方呢 是这个小洞 可以把它的话呢 安装在这个tool上面进行一个摆放 就像是这样 非常的酷 好的 那么今天测评 在这里的话 它是这个Yamato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战列舰 被称为这个史上岁墙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视频 我点赞在桌上 视频的留言决定 我们进行玩具的交流 欢迎在评论区的话 写下我们对这个舰体的一个表现 那么以及在一个之后 也有这个动画里面 宇宙战舰大号号里面 也有这个出现 也就是在一个宇宙里面 进行飞行的这个战舰 也是非常的有趣 好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测评 我们目标的话是170 一共是这个二战 越战 一线的军事这些精英载具的测评 包括飞机 包括舰船 包括这个坦克的测评 大家对我鼓励的时候 不得行动 目标的话是170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